旺角瓦家老街和尼敦道 晚上9點多也有大批人佔據十字路口 有人用雜物倒路 電話亭被推倒 停身分黑 在果欄附近有人焚燒雜物 有電視台攝影師被包圍打爛攝影機 碎片散落一地 網上片段看到有警員在尼敦道近碧街附近報房 有磚頭扔過來之後傳出一下巨響 警員推進有人再扔磚 另一條直播片段也拍到懷疑開槍 警方說警員當時被扔磚生命受嚴重威脅 多次警告無效向天開了一槍示警 尼敦道之後繼續有人聚集 警方施放催淚等驅散 荃灣沙咀道就有人搬出龍門架和雜物 已經停用的荃灣裁判法院 集內一棵大樹起火 草叢有多個火頭 旁邊有一個著火的玻璃瓶 防暴警察到場驅散 大河道繼續有大批人叫囂 警員在亞麗山社區會堂外舉黑旗 之後向荃灣港鐵站方向施放催淚彈 大埔泰和路也有人倒露 又在橋上指罵警員和釘雜物 警員向天橋發射催淚彈 又向行人路投紮手紮式催淚彈 警方期後撤走 再有人在路面中火 較早前在附近的丁角路 一個男人懷疑和在場人士爭執 被打字頭破血流 天水圍就有一班黑衣人 向警傳門外投紮燃燒彈 警方向天耀路施放催淚彈驅散 之後在新北江商場外報房 在樂湖輕鐵站路軌有雜物起火 消防到場處理 警方帶了一個男人入警署 有線電視記者劉庭報道